字幕包丁李宗盛 晚上7点 看容易,玩渔夫生活 grizz对,十分工智 coment count 玩渔夫生活多一些也说实体很容易 大家好我是Olivia 飲茶系列今天又来了 之前我们介绍过的品小馆和爱群 不知道大家试了没有 今天我又带大家打开一间 在中山开了14年 而且近期还开到上海的连锁酒楼 它就是风元軒 风元軒出了名 性价比高 而且执行的花伸非常多 它之前还有晚市点心的铺票 吸引了很多人来吃 今天既然是做饮茶系列 我们就不试它的晚市 一起来试试它的饮茶 今天我们六个人一共消费了这么多钱 风元軒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试过 因为它在中山有非常多间分店 遍布各个区域 今天我们就来到大顺商圈附近的这间 风元軒在2016年开始 向广州、佛山等大湾区城市进攻 不知不觉在广东已经有38间分店 不单止它2022年在中国疫情的尾声 它就已经进攻了上海 现在在上海都有三间分店 风元軒也算是越赛北上的先行者 我们在广东特别是北上去深圳玩 其实现在的商场看到的都是连锁的爱地菜 占领了我们的食谱 但是越赛酒楼明明这么优秀 应该要全国推广更加普及鲜音 风元軒就是其中一个勇于北上的酒楼 说了这么多事不宜迟 我们一起来试试这间风元軒吧 进去之前还没订阅我们的朋友 记得订阅才不会错过这么多中山酒楼的好推荐 Let's go 风元軒的装修风格其实都很古色古香 刚进来的时候是有一个小圆林的装饰 它有两层楼的 小桌一般是一楼大桌在二楼的 我们现在就在一个小夹层的茶桌上面 都挺漂亮的 而且风元軒今天我们是星期四的工作日来吃 非常之爆棚 大家可以见到人山人海的 在二楼吃饭就可以见到他们有一个半开放的厨房 就可以见到那些师傅真是忙出忙入在这製造点心 那今天我们点了些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我们上送的同时 其实我们惊喜地发现 风元軒居然都是做美团套餐的 其实它执行这么多 有美团套餐都不出奇的 其实它在美团道是有一个98元的二人餐 还有一个194元的四人餐 那人均下来其实是50元都不到的 其实都很划算的 而且套餐里面其实都已经包了茶位和纸巾了 所以如果觉得套餐合适合的朋友 都可以试下来点 那菜就陆续上来想 其实网友有总结风元軒三大推荐的菜品 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都有点的 第一个就是它的凤爪 这边是22元一类的 它的凤爪就是风元軒的网友评选的第一名 第二名就是它这个虾饺 虾饺就是25元的 那今天我们也有点的 是四个的 还有第三个是很特别的 它这里的一个叫健康黑豆腐 那这个就是35元左右一碗 其实它份量都很足 那是不是真的那么好吃呢 我们试一下就知道了 吃饱饱了 今天我们六个人 吃了270元 在风元軒就可以吃到一餐这么丰盛的饮茶了 其实再和大家说多一点风元軒的讯息 其实如果你是不想点它的尾团套餐 像我们这样的散店 其实它尾团里是有代金券的 46元就可以代50元 每次可以用两张的 星期六日都是可以用的 但星期六日它会加收10%的服务费 而且它这里还做外卖服务 其实在中山都比较少见的 那如果你想点外卖 就直接在尾团手风元軒 那你就可以实现在家里都一中两件了 那我们再看看这边的交通讯息 其实风元軒在中山真的有超级多间分店 那今天我们来的这间就是位于东明花园附近 其实沿着这条路一直走就是大顺新都会的双圈 是中山非常旺的双圈 那如果你是港车澳车直上的朋友 风元軒门口一般都有停车位的 好像这间那样 其实它是一个很大的停车场 大家开车就可以直接停在这里了 那如果是想搭巴士来的朋友 这里是有最近的两个巴士站 一个是天明花园西站 一个就是石旗办事村 那下车之后呢 走一百米两百米左右 就可以来到这间风元軒的了 那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了 不知道大家对风元軒有什么想法呢 都可以在评论区里跟我们说的 还有还没订阅我们频道的朋友 记得订阅我们频道 因为我们已经喝茶系列第三集了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为大家推荐中山更多喝茶的好去处 那急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玩具生活之多点 看楼找容易 在这段时间呢 很多香港的朋友回来内地看楼 有参加各种看楼团 也有自己回来这边内地楼盘去看楼 那在这里呢 Mango推出了一个定制化的看楼路线服务 希望可以帮到你 定制化是根据你想要看的楼盘 我们跟你提前商量好 规划好去哪里看 而且呢 过程中呢 还可以安排你中中的美食 那一家人 或者带来几个朋友过来这边呢 那就可以很针对性地去看一些楼盘 看它周边附近的情况 而且呢 我们的事业顾问呢 会为你介绍清楚周边的发展规划 现成的一个情况 还有介绍这边有哪些人群会买呢 适不适合你呢 因为买楼来说呢 不同的价钱都有非常多不同的选择 那究竟哪个才是适合你呢 是不是纯投资 或者纯自住 或者是买公寓 还是买住宅 还是先租 还是后买 等等的这些情况呢 我们会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情况呢 给你不同的建议 还有呢 全程毫无压力 大家好像朋友那样 轻轻松松 在一天或者两天的时间里面 将你想要考察的楼盘呢 我们一起去看清楚 所以在这里呢 诚意呼吁大家 参加我们的看楼团啦